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四凌晨 解放军清场 有报道说 清场的时候血流成河 我们会回来的 不过解放军就说广场没有死过人 没有压死压伤一个人 解放军官兵受伤了五千多人 死亡的大学生是二十三名 我亲眼没有亲眼看到有人被打死 不管是谁 学生 市民 军人 打死的没有 没有亲眼看到过 今天是六月四号 五年前发生的事 今天应不应该旧事重提 或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今晚的时事最激想带给大家的 是一段我们未曾看过 有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片段 希望可以为这段的历史原案 提供多一些的线索 在以下这半个小时的节目里面 我们会用几时的方式 尝试重组在六四当晚 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 所发生的事 当然就包括最多人关心的 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过程 或者我们先由六月三号开始讲起 当日北京城内的气氛就很不沉上 电视台一再广播 圈语市民不要去长安街 六月三号晚 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段长安大街 一片沸腾 由于不断有消息说 解放军已经由四方八面开入北京城 市民和学生都忙于张罗 堵截军车 平日居水马龙的长安街 被川流不息的人潮已没 不过在广场里面 气氛反而没有那么紧张 民主女神像下面 民主大学就在这一晚举行开学礼 兵临城下 广场上的学生再次以生命起誓 保卫天安门广场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 不受异想做阴谋家的颠覆 不受异想做阴谋家的颠覆 为了十亿人民 为了十亿人民 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 不在白色恐怖中丧生 我提示 我愿用我年轻的生命 我愿用我年轻的生命 誓死保卫天安门 誓死保卫天安门 保卫共和国 保卫共和国 他可断 他可断 罪可留 罪可留 人民广场不可丢 人民广场不可丢 大约在午夜12点 第一部装夹车出现在广场范围 由南向北 以高速驶过广场东边的马路 引来一阵骚动 之后又陆续有个别的几部装夹车 驶过长汉街 当晚在广场附近的第一宗严重冲突 就发生在这一部装夹车上面 时间 是十二点到一点钟之间 装夹车的军人被人拉出来 愤怒的群众将他围住来打 最后他还被带上这部巴士那里 刚刚见到受到袭击的装夹车 可以说是解放军清场的先头部队 而大批的解放军 就由西面向着天安门广场推进 沿途是与群众发生了冲突 比较严重的冲突事件 都是沿着西长安街这边发生的 就包括在木西地 福兴门 西单 和陆步口 虽然群众是冒死地倒置军队 不过最后 解放军中的凌晨两点 至到两点半这段时间 就来到人民大会堂 北面这一部部署 由西面逼近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 同企图倒置军队的群众 冲突逐步升级 枪声也都由梭落逐渐变得行密 单车和救伤车 载着受伤的人穿梭往外 而人群亦都争相奔走躲避 长安街陷入一片混乱 当时我们的新闻摄影队 正在广场那里采访 拍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时候的情况 由广场望出去 长安街的冲突场面 也都清晰可见 而广场的气氛 也都在这个时候变得紧张 天安门广场以北近 故军附近 已经是由军队集结的 慢慢是难以 甚至乎包围整个天安门广场 感觉气氛不是那么好 就离开天安门广场 墨毅康是当时的其中一个摄影师 他说当时他们一行九人 选择了广场西面的一个公厅 临时凄身 想在附近的一个地方 能够有效 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考虑的因素 那里就是基本上最安全的地方 在那一刻 我们就去到厕所顶 在厕所顶的一段时间 摄影队近距离拍下了这些 进驻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解放军 可以清楚地看到 列队操过的军人 沿途都受到群众襲击 另外摄影队也透过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 拍到天安门广场 在凌晨三点前后这段时间的紧张气氛 当时军队其实已经部署了在广场的四周 情况相当危险